因为我们知道啊 比如说小鼠或大鼠的这种神经元 就是在六七千万个神经元左右 道的猕猴大概是六十亿个 而道的人脑是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 也就是说人类其实真正在演化的这个过程中 它的前额叶皮脂区 其实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扩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这个扩张归根结底 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协同功能 天文夜谈 说你听得懂生命科学 各位好我是向飞 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CEO 尹叶老师 尹叶老师好 下面同学好 今天来关注一下人类 为什么是这个星球上的万物领长 会是最聪明的一个存在 这是来自于剑桥大学的团队 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就人类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认知能力的核心 到底在哪里 在了解这个之前 尹叶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 跟这个星球上所有高等生物的大脑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大脑处理信息 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脑怎么处理信息 今天还是个谜 首先我这里讲的 目前每个观点可能都有争议 比如说原来我们认为大脑是电子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理论证明 大脑可能是量子的 因为如果是电子的 这个大脑仅仅40到60瓦的功率 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一个 接近于超级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在下围棋的时候 不管是科捷还是理事实 面对AlphaGoAlphaZero 你的对面是一台超算 那个东西的它的功率 可能是要几万瓦 甚至几十万瓦的 这样的一个功率的计算机 要消耗大量的电能来给你下围棋 而我们在这一方的人类 仅仅这个大脑 其实就是一个40瓦到60瓦的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理解层是一个非常低能耗的一台超算 可能喝瓶可乐吃个馒头就能跟你下棋了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有所谓的 因为大脑虽然是叫中枢神经系统 但是它是不是大脑内还有中枢 现在来看呢 包括今天的这个文章 大脑可能是一个分布式的信息处理系统 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所谓大脑的核心 它是由可能紧密相连的不同的原件 也就是不同的脑区功能构成的 我这里说的紧密相连 不是说物理位置上就在一起 有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 甚至要跨远远的不同的脑区 进行协设工作 归根结底呢 它们之间是通过不同的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系统来实现 那像剑桥大学团队的这个研究啊 它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在理论上 它其实真正的突破 它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去思考 这个大脑到底是怎么做的 应该来讲 图灵的信息论呢 提出以后 我们大家对信息有了一个全新的一种理解 也就是说处理信息的方式 包括算法 包括逻辑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高级别的规则 那么这个剑桥大学的团队呢 把脑区之间的信息处理最后分成了两类 分成两类的以后 它去再比较人类和其他的灵长目的这些动物 那么它们在信息处理的方式上是有差异的 就部分解释了人类与众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思考或认知能力的这个来源 具体来讲呢 比如说第一种的信息处理方式 主要是用于处理听觉视觉和运动信息的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脑区 那它们是依靠于比较严格的输入和输出方式来交换信息的 这个就确保了这些信息 它传递的过程中是可重复 也是可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传输 您比如说就拿视觉举例吧 我们的眼睛看见东西以后 肯定的信息立即会传到大脑 就是后端的这个整页 但是你的左眼和右眼看到的很多的信息 实际上是重复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脑其实是有很多的冗余信息输入 比如说左眼看见了相飞 换成两只眼睛 你看见了还是一个相飞 没有看到两个相飞对吧 所以这种冗余的一个信息处理 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第一种处理的方式 就这种冗余的信息意义何在呢 我们搜集更精准的信息不好吧 就等于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种战争片是吧 这边给你布置一个指令 那边一定说收到 你明白它是确保了这个信息的高可重复 和高可信性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才是你自己的双眼见为实 这么理解清楚了吗 算是一个备份 或者说其实在一些跟生命 跟这种我们的生存 非常需要去确保的基本功能 它必须有这样的可信赖的这样的通路 所以要给这种冗余的信息 让你有一个双保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眼睛有两个耳朵也有两个 搜集信息的器官其实是成对出现的 两个眼睛看到的信息应该不完全一样吧 没错 是 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 就是这个文章的关键 它说的第二种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情报 必须要两只眼睛同时协作才能收到 比如说 你每个眼睛当然能看到一个树 但这个树具体离你多远 我们所谓的位置感 它必须要两个眼睛之间去做这种视差 才能够确认到 我们现在相机很多的一些对焦的方式 也是利用了这样的逻辑 来完成了它的自动对焦 这个就是不同于柔余信息的 这个文章给出的第二种方式 这个翻译过来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互补 或者叫做配合 或者叫协同 也就是大脑不同区域间的网络 实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信息的整合 这要进行运算了 因为这样的一些更加复杂的认知能力 其实是人类的高级智能的一部分 比如说 你的创造力 学习能力 我们的这种工作社交的场景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会发生的 如果说刚才冗余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线路 接近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专线电话 那协同的方式 就更接近于今天拿的手机 在互联网上去做 它需要大量的信息复杂的输入输出 这个过程中 就不仅仅像视觉 它就是一个我们整夜区了 它可能包括我们大脑的前个皮脂 皮层的这个前部中部 这一部分 因为人类跟其他领长目相比是最发达的 它们的信息交互也是更加活跃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 它其实就是使人类慢慢地 区别于其他的领长目 具备着更高的一种 比如说计算 记忆或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 所以冗余和协同这两种能力 两种信息处理方式 就是让人类变成最聪明的生物 在这个星球上 它其实这个文章也做了相关的一个 算是一个验证 就是比较人类 以及我们跟我们这些领长目的近亲 去看 第一个就是脑成像 第二个就是看我们的遗传分析结果 来看人类到底和这些领长力的近亲 是不是不同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冗余这个问题上 我们跟领长目差不多 就是猕猴跟人类对容易信息的处理 因为这跟生存相关 大家差不多 我们人类也没有必要 说所有的功能都新创造 演化还是应该遵循够用就行的一个法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跟猴子区别不大 但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刚才讲到了 我们在这种协同和认知当中 这个就变成了非常非常 大家出现了分野的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说小鼠或大鼠的这种神经元 就是在六七千万个神经元左右 到了猕猴大概是六十亿个 而到了人脑是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 也就是说人类其实真正在演化的这个过程中 它的前额叶皮脂区 其实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扩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这个扩张 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协同功能 不是像其他的领长目 它的前额皮脂也有很多是在处理冗余的功能 对就如果说推广到整个人类群体上来讲 你看我们个体在搜集冗余信息 但是有协同处理的能力 这是我们个体大脑的这个能力 如果放到整个人群当中 人类可以共同的搜集更多的冗余信息 然后做多人群多人种的一个协同的处理 这是不是也是使得人类这个种群 在这个星球上更加具备优势的一个原因所在 对的 应该来讲呢 其实人类之所以 比如说我们也单打独斗啊 我们可能谁都打不过 很多动物我们都打不过 但是我们可以组织起来 我们有了语言 我们有了一种分工 我们有了一个所谓的社群 不管是部落 乃至于后面的这个社会 不仅仅是我们战胜了一些大型的动物 蒙马像 剑齿虎啊 优于我们的这些近亲 星星 大星星 甚至对于我们的近原物种 比如说年德特人 大家也推测是因为智人的这个 比如说语言能力更强 更能组织起更庞大的队伍 所以使得个体 我们肯定不如年德特人强壮 但是在群体上 年德特人就被智人给灭种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类的确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获得了一个更高的 所谓的一个生态位 同时这个文章也做了一部分的遗传证据 他们也发现 跟协同处理的更多的大脑区域 更有机会表达的是 人类特有的基因 这些基因是跟人类的大脑 发育和功能息息相关的 我当时的博士论文 也是做了这个 山肖和沸沸的 两个物种的基因组比较 也专门去看了 他们跟人类相比 在这个比如说 跟神经系统发育的 一些关键的基因位点 也的确支持这样的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的人类的寒见疾病 包括这种遗传病 差不多八千种 这里面有差不多小一半 都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相关 换言之 就是大脑这个神经系统 它太复杂了 也就是说 这个仪器过于精密了以后 它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大 所以 尽管人类的大脑 只有1400毫升 大概也就是三斤的重量 比如说一个人 100斤的话 它其实只占3% 但是它依然会消耗掉 人体所有能量的20% 多的时候能到30%到40% 我们的大量的这种 其实血糖 比如说一滴血糖 你就觉得脑子不能思考了 其实都是供给给了我们的大脑 那这个大脑呢 除了刚才讲到的 冗余功能 人类的大脑 更多的是为了所谓的协同 或者是互补 让多个脑区 通过分布式计算的方式 组织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精妙的计算系统 人类的协同的能力 您刚才讲 其实是写在了我们的基因当中 并且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的 对的 至少这几百万年的证据 人员相一别以后的证据 我们看的是比较清楚 那么也希望朋友们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 可以在工作当中 更进一步的增加这种协同能力 因为这个是人类的天性 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星球上 成为万物灵长的 最核心的能力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